击打南部万拉巴鲁县临时扣留所 今天清晨发生了500多名 罗兴亚扣留者大逃脱事件 击打连同宾州警方 以及移民局合力追捕 较后证实有6个人在逃跑途中 试图穿越南北大岛时 被路面车辆撞死 当中包括了两名儿童 截至下午3点警方通报 已经有357人重新被捕 还有171人在逃 兵州总警长拿督莫哈默苏海里证实 6名不幸死亡的罗兴亚人 在星期三清早4点30分 随着其他522名同乡 集体逃离扣留营 大伙在南北大岛南下 大约第168公里 靠近爪移的路段 试图穿越高速大道步伐 无幸被车辆撞死 6人摇贝封 6人摇贝封 2人摇贝封 2女女 1女 1男 1女 1男 1男 兵州警方在清理车货现场后 将六名死者的遗体运送到尸布朗在野医院太平间 官方事后鉴定 共有528名罗新亚人从万拉巴鲁的日老路扣留营逃走 记录显示这座临时扣留营收容了664名罗新亚人 移民局汇报破坏营内的栽栏后四处窜逃的逃脱者当中 有88人被附近的村民和移民局人员抓捕 另外200多人则是在高速公路旁束手就擒 警方除了架设路障检查路过的车辆 也展开大规模追踪行动 并要求执行者提供线索 协助警方追捕其他再逃者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另一方面 吉达警方正式将罗新亚扣留者大逃脱事件定调为骚乱 为了追捕上百名在逃者 警方已经关闭连接万拉巴鲁县临时扣留所的五条主要道路 同时出动了11支队伍 截查车辆并搜索 全力追捕在逃的罗新亚人 警方也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 撤查肇事原因 请不吝点赞 几大州总警长旺哈山 今天中午在记者会上指出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 第223条文 公务员疏忽导致嫌犯 从禁锢中逃脱 第224条文 抗拒或阻碍对其他人的合法拘留 以及第117引发骚乱条文 开档调查 警方还在厘清和鉴定 扣留犯制造骚乱后逃逸的原因 另外 民众受促提高警惕 一旦发现可疑人物 请马上投报 协助警方破案